八倍近看明星人员差距 你看杨幂一个狡猾差点摔倒 一旁的李冰冰原本没打算掺服 之后还是礼貌性地服了一下 邓超后场看到姚晨立刻上前握手 之后又和谢霆锋调侃暄 一个动作逗得两人哈哈大笑 大鹏看到姚晨后也是一路小跑握手 紧跟着的王一博虽不熟悉 但还是礼貌鞠躬打招 杨阳热巴出席活动 杨阳鼓掌时只是不小心碰到热巴 热巴立刻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 立刻跳着后退两步 而杨阳在看到热巴坐在自己身边 立刻下意识地往里面磨了磨 拍过一部剧的两人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熟 反观肖战看到杨子直接一个跳 吓得杨子瞳孔瞬间放大 上台领奖时 肖战也一直帮杨子提着裙带 某活动后场区 李清宋千坐在一起两人全程无话 连个对视都没有 都是一副我们不熟的模样盯着台上 而当热巴落坐后场区 即便隔一个座位李清也要和他热聊 杨幂后场区看到孙力走过 立刻抬手海报是打招呼 结果对方不知是没看到他还是怎么样 直接尽职从他面前走过和张嘉妮热聊 尴尬的杨幂也只好低头玩手一下 和幸运后场区看到赵丽颖 就要上前和姐姐贴贴 但赵丽颖好似下意识在闪躲 分开是和幸运还一脸的不舍 赵丽颖看上去则是想要快速逃离 你看大导演陈凯歌一把将张子一推开 随后却拉过最近爆火的张宋文站在自己身边 丝毫不在意旁边 没抢到C位已经在生气吐舌的张子一 反倒是张宋文连忙搭话张子一 帮他缓解尴尬 英皇电影节发布会后场区 成龙大哥看到有人找他握手连忙起身 结果对方却拉住不放 气得大哥直接一把甩开 慈善八杀晚宴的大合照缓解 张子一刘嘉玲先是同时看向孙莽 随后两人相识一相 两人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刘浩存后场区遇到前辈高压力 不仅没有起身打招呼 甚至还翘着二郎腿稳如泰山 可当他看到张一谋 便立刻上前打招呼甚至还想蹲下脚 这双标态度太过明显 听到冯小刚获奖 文章立刻起身握手送祝福 谁知冯小刚和周围所有人都握手 独独掠过文章 可之后文章拿下最佳导演新人奖 冯小刚又立刻便连起身拥抱 这人品确实令人难以恭维 周冬宇张一山后场上一秒两人还有说有效 下一秒周冬宇就一巴掌对着张一山呼过去 有头发现镜头后 这才联盟端正坐姿 另一场活动海青只是提到棒大管的字眼 一旁的周冬宇就一副咬牙咬牙切齿的玩意 发现有镜头对着自己后联盟变怒 牵强地扯出一丝微笑 仿佛是被戳到了痛楚 直到看到关小彤被保安催促 巩丽直接享受清场待遇 我才明白嘎那红毯也是看咖位给待遇的 巩丽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 作为电影节的常客 早前的红毯无不是享受着主办方的清场待遇 可谓是深得主办方的器重 而他这次的红毯也不例外 现场无数聚光灯对准他拍摄 再看红毯霸主范冰冰 一出场就大杀四方 一身猛虎下山抹胸裙气势磅礴 头上佩戴的竹叶跟裙子的图案 大大方方展现国风文化 现场的无数摄像师争相对准他拍摄 让范冰冰想走都走不掉 看来范爷的江湖地位一如既往 而关小彤或许是因为资历钱 很少出席这样的场合 甚至还要工作人员指引站位 不过相比来说待遇很是不错 主办方直接给了他七八秒特写 这姐的状态也十分能打 而章鱼起的穿着格外大胆 一身黑成拼接抹胸裙 勾勒出傲人身材 早前章鱼起出席嘎那红毯时 不停地对台下做出飞吻动作 但很快就遭到了保安的驱赶 而本次红毯的章鱼起 也依旧不受主办方重视 再看朱一龙虽然是带着作品出席红毯 但自始至终 主办方都没有给他特写镜头 如果不是仔细看 还真找不出他究竟在哪 而网红城时安静也有幸出席嘎那红毯 不过或许是因为知名度较低 一上场就引起了保安人员的驱赶 看起来颇为尴尬 果然网红跟明星之间是有差距的